转靈体验五 跑转与坐着转靈的样态 灵修现象的实修实证 静心打坐是灵修的基础 没有打坐过一段时日 不要去尝试要转体 除非你是要练体操或杂技 转靈它不是一种功法 它是由神尊的能量所带动 这样效力才会出来 这不是人自己想要转的 人的意识去转是没有功效的 当功法链指示在转体 并没有办法带动转靈 影片最后一段坐着转靈 是太子降靈说话 通靈样态皆神灵使 若生一样自在 与肌头被降价时的样态是不一样的 但有时讲话的声音 语调会改变 由神灵自己发生 转靈一般看到的都是自身在原地转的比较多 但是最开始的基础还是打坐 以及打坐使身体的放动和上身的旋转 基本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没有进入灵修实修的人 看到的就是转圈圈 不管是公转还是自转 但实际就是神尊能量接受的带动 好像是基统由神尊降价来带动 而灵修则是接收神尊的灵的能量来带动 就好像磁力的带动或是像电力一样 电它你看不到 有电力作用时 风扇会转 电灯会亮 同样的有接收神尊的能量时 则会灵动会转灵 里面中是太子来带 手中拿的是大旗 一般宫庙基童会有有形的宫旗 刀剑什么的 灵修则以五行为主 有行则出不了太极 五行则是无极无违法的展现 跑步转的是宫中的地理磁场 拿着大旗对照 其后则是步伐以练身 后来坐在地上转圈 则是太子降价 灵修是可以结合接灵与降价的模式 是上下游可以支援的 我们说去惠灵或神尊来教 常会接法宝法器 在灵动的过程中 其实神尊就会教这些法宝法器的应用 其实灵动就是基童接架的升级版 基童是训体接架 灵修则是接灵架来灵动 一般没有石修的 是没办法体会灵修灵动能量的运作 灵修能量就像水龙头打开 水冲出水管 水力强的话 水管则会因为出水而甩动 这不是水管能控制的 但是如果人的意识加强控制 还是可以用人的意识去控制 就像消防锤的水管一样 水压那么强 但人想要去控制 还是可以控制它喷水的方向一样 感谢观看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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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